1. 逆哥更新 九红工地厅 175第一是托领匿名玩家 一直以来都是羽岛福战队的核心老板 除了全身极品装备和灵石外 还拥有大量的极品宝宝 前段时间 他更是开始淘汰11技能的法地厅 准备全部换成12技能以上的法地厅 针对团队工地厅数量不足的情况 逆哥果断出手 打造了一只完美技能的九红工地厅 目前已经上架 马上就能运回宇岛 2. 大地买逼哥11红地厅 宇岛的全服第一弓箭号 号主一直都是个谜 有人说是逼哥的 也有人说是逼哥的 这个在2022年转到了西炸老街服务器 支援西炸老街战队打服战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号在转到西炸老街时 还带来了一只11红的法地厅 如今这只地厅已经被团队化声大提收入囊中 西炸老街再引入物理理总 化声大提 法系张总三位老板之后 正在满世界寻找风系和地府老板 团队重组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3. 老王和巫统探班美女主播 邀总现身 梦幻第一主播老王飞到郑州 和巫统一起开启了户外直播 探班357工会的美女主播 现场来了一波激情互动 与导服战队的苦陀老板邀总意外现身 还和老王 现场比起了身高 老王号称自己身高177 小伙伴们 你们信吗 几人冒着大雪 玩起了小游戏 其中一个游戏 就是说服路人去面试主播 老王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还真的成功忽悠到了一位美女 去面试 主播吴童也上阵 和女主播比起了吃西瓜的速度 结果当然是巫统碾压获胜 无论是喝可乐还是吃西瓜 巫统都是一把好手